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知道是好消息 从什么知道你的内心 这个部分是 因为我这个东西要讲明 这个是重点 上帝给人的灵魂里面 有两样东西 一个叫思维 思维是英文来讲 我用英文字 你的mind 各位 这个重要不重要 这个思维是用来怎样 认识神的 认识 这位上帝 祂是这样的神 独一的真神 创造万有的真神 祂的救赎 对不对 人的罪 祂的救赎 这个是你用思维认识的 祂的美意 明白了 思维 你没有认识 只有灵感动我 不能的 你唱完诗歌 对不对 你唱诗歌的时候 那个旋律真好 但是 耶稣在我里面 祂做了什么 你的思维会动的 对不对 你的思维会确认的 这个确认的 所以这个思维没有动 然后你的心 一直 哎呀 主啊 你爱我 主啊 你真甜蜜啊 耐不了几天的 所以这个思维是很奥妙的 神的无限 对不对 祂的无限要你 不断的认识 你昨天听到 今天还是要听到 但是呢 这个听下去之后呢 内心 是结果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听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内心 要怎么挣扎 这个内心 主啊 为什么我不能以你为了 主啊 我的心里面 我的心啊 为何你忧愁 我的心里面有私欲求主怜悯我 对不对 然后这个内心呢 继续的寻找 然后呢 圣灵的工作 在这个地方 就彰显了 所以上帝给人 思维 认识神 然后内心 一句话来讲 爱神 珍惜神 依靠神 深于 你所看见的 一切一切的现实 各位 我们现在面对很多现实 其实你所有的现实 对不对 没有钱啦 孩子的问题啦 婚姻的事情 只有一个字 当你的心 全然 尽心尽意 爱神的时候 这些东西全部 马上 那个力量 挟制你的力量 全部尽心 这个内心的奥秘来的 原来神帮助我啊 如果我很压力的时候呢 我今天早上 我请好为何忧闷 他用小脸帮助我 这个是思维想到 对不对 但是进到内心的时候呢 马上有一股力量站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读经 祷告的整个功夫来的 我现在要帮助 我们弟兄姐妹的 这个部分 是非常重要 然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基督里测不透的奥秘 终极的目的是 你 看见 基督了 然后 变成 哥林多后书说什么 他的 形状 哇 这个奥秘 就是 福音的结果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再听一遍 这个部分比较深的 你 认识福音的结果 救恩的 救恩的终极目的 不是上天堂 救恩的终极目的是 叫你 变成基督的荣幸 你的心思 像基督 你的目的 方法 像基督 整个的奥秘 你说 哥林多后书 主马上给我这句话 三章十五节 你们看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是读了整个摩西的书 摩西是要讲谁的 摩西是要 是要把主耶稣基督的奥秘 讲出来的 对不对 那个将来要来的 对摩西没事 还是帕子 心上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些截律的东西 然后呢 但他们的心 几时归向主 十六节 帕子就几时出去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里在讲什么 心 心的东西 你的心几时归向 帕子遮住心 你们现在听到的时候 我奉主的名为你们祷告 这个帕子 从你们的心灵的眼睛 挪开 挪开 然后几时归下 啪子就挪去了 主就是那灵 所以这个圣灵呢 其实呢 圣灵很自由的 能够感动你 逃走你 对不对 主就是那灵了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哪里就有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 强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所以看见基督 对不对 好像从镜子里返造 就变成 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 从 主的灵 变成了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道 这个道 这个知识 这个神学 比如讲 这个认识 但是 圣灵呢 不会让它 留在你的头脑 圣灵要把它 带到你的心 使你的心 爱神 珍惜神 胜于一切 使这个心 能够没有怕子 看见主的荣幸 对不对 然后结果是什么 主怎么做 你也怎么做 主怎么想 你也怎么想 主怎么爱 你也怎么爱 所以变成 主的荣幸